全唐诗卷13031 黄鹤楼 崔浩 西人已成白云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 春草袭击英武洲 日暮相关何处逝 烟波江上使人愁 全唐诗卷13031 黄鹤楼 崔浩 西人已成白云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 春草袭击英武洲 日暮相关何处逝 烟波江上使人愁 昔日的仙人已成着黄鹤飞去 这地方只留下空荡荡的黄鹤楼 黄鹤一去再也没有返回这里 千万年来只有白云飘飘悠悠 阳光下 汉阳的树木历历可变 更能看清芳草繁茂的英武洲 时至黄昏 不知何处是我家乡 看江面 烟波渺渺 更使人烦愁 这首诗具体创作时间已无从考证 黄鹤楼因其所在之武昌黄鹤山而得名 传说古代仙人子安成黄鹤或此 又传说 为一登仙 驾鹤于此 这首诗就是从《楼鸣之游》来写起的 诗人登临黄鹤楼来眼前景物 吉井生情诗性大作 创作了这首诗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崔浩 殿州人 原籍柏陵安平 唐朝著名诗人 出身唐代顶级门阀氏族柏陵崔氏 曾任许州福沟县位 官位一直不显 后游历天下 天保九载前后 曾任监察御史 官至《思勋云外郎》 天保十三载去世 唐开元十一年进世极地 官至太普四城 天保年间为《思勋云外郎》 秉姓耿直 财思敏捷 其作品激昂豪放 气势雄伟 早期诗作多写归情和妇女生活 诗封较轻浮 反映上层统治阶级生活的侧面 后期以边塞诗为主 诗封雄魂奔放 反映边塞的慷慨豪迈 荣履之苦 最为称道的是黄鹤楼 曾是李白探服 据说李白为之歌笔 曾有眼前游景道不得 崔浩提诗在上头的赞叹 全唐诗收录诗四十二首 原集以义 有几本 崔浩集两卷 唐人集本 全唐诗卷13032 行经话音 崔浩 调遥太华 抚贤经 天外三丰 削不成 五帝 此前 云玉散 仙人掌上 雨出情 河山北枕 秦关险 艺术西连 汉志平 借问路旁明立刻 不如此处学长生 全唐诗卷13032 行经话音 崔浩 调遥太华 抚贤经 天外三丰 削不成 五帝 此前 云玉散 仙人掌上 雨出情 河山北枕 秦关险 艺术西连 汉志平 借问路旁明立刻 无如此处学长生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在高峻华山上 俯视京都长安 三丰 伸向天外 不是人工消成 在五帝词前 乌云将要消散 雨过天晴 仙人掌风一片青葱 秦关北靠河山 地势多么险要 一路通过长安 往西连着汉志 借问路旁那些 追名逐利的人 为何不到此 仿先学道求长生 崔浩在天堡 公元742年至公元756年 两次入都 诗人此次行经话音 事实上与路上行客一样 也未尝不是去追名逐利 但是一件西月崇高形象 飘逸出尘的仙迹灵宗 也未免一性动情 感叹自己何苦奔波于 坎坷是处 此时即坐于这种心境中 其思想可能是受当时 重奉道教供养方式 之社会风气的影响 崔浩 殿州人 原籍柏陵安平 唐朝著名诗人 出身唐代顶级门阀氏族 柏陵崔氏 曾任许州福沟县位 官位一直不显 后游历天下 天堡九在前后 任监察御史 官至思勋袁外郎 天堡十三载 公元七百五十四年去世 唐开元十一年 近世吉地 官至太普斯城 天堡年间 为思勋袁外郎 秉姓耿直 财思敏捷 其作品激昂豪放 气势宏伟 早期诗作 多写归情和妇女生活 诗风较轻浮 反映上层统治阶级的生活侧面 最为人称道的是黄鹤楼 曾诗李白探福 据说李白为之戈壁 曾有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浩提诗在上头的感叹 全唐诗收录诗四十二首 原集一役 有几本 崔浩集 二卷 唐人几本 全唐诗 卷一三一二六 望济门 足涌 阎台一望 客心经 萧古轩轩 汉降营 万里寒光 生鸡雪 三边蜀色 动微精 沙场烽火 连湖月 海盘云山 拥寄称 少小 虽非 投笔利 论功 海域 请长英 全唐诗卷一三一二六 望济门 足涌 阎台 阎台一望 客心经 小谷 宣宣 汉降营 万里 寒光 生鸡雪 三边 蜀色 动微精 沙场 沙场烽火 连湖月 海盼 云山 拥寄成 少小 虽非 投笔利 论功 海域 请长英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登上烟台 眺望不禁感到震惊 加古喧闹之地 原是汉降兵营 万里鸡雪 笼罩着凛冽寒光 边塞曙光 映照着飘动的惊奇 战场烽火连天 掩盖边塞明月 南渤海 北云山 拱位着 济门城 少年时 虽不向班超 投笔从容 论功名 我选 学忠君 自愿请英 唐代的范阳道 以今北京西南的幽州为中心 统帅十六州 为东北边防重镇 他主要的防御对象是契丹 公元七百一十四年 唐玄宗开元二年 即以宾州长使 薛纳为 佟子威 黄门三品 将兵御契丹 公元七百三十四年 开元二十二年 幽州节度使 张首归 斩契丹王 屈列及可汗 这首诗的写作时期 大约在这二十年之间 其实祖勇 当系游焕泛阳 祖勇唐代诗人 洛阳人 后迁居如水以北 唐玄宗开元十二年 公元七百二十四年 近十地 与王为友善 其师多 借壮景 会晤 宣扬隐意 生活 名人 既有祖勇集 少小虽妃 头比例 论功 还欲 请长英 全堂诗 卷 一五五 一一 九日 登望仙台 呈刘明府 容 催属 汉文皇帝 有高台 此日 登临 属色开 三进 云山 接北向 二陵 风雨 自东来 关门 另引 谁能识 河上仙翁 去不回 且一欲 尽寻 彭泽仔 桃然 共醉 菊花杯 全堂诗 卷 一五五 一一 九日 登望仙台 呈刘明府 催属 汉文皇帝 有高台 此日 登临 属色开 三进 云山 接北向 二陵 风雨 自东来 关门 另引 谁能识 和尚 先翁 去不回 且欲 尽寻 彭泽仔 桃然 共醉 菊花杯 这首诗 大致的意思是 汉文帝 在这里 住了一座高台 今天我们 来到台上时 太阳 才刚出来 三进一带 山岭 都向北 蜿蜒而去 摇山二陵 那里的风雨 都从东方袭来 寒谷官 银子浅修有道 又谁知道呢 和尚先翁 不肯留下 一去不回 既然先人难尽 姑且就寻找桃渊明吧 让我们共饮菊花酒 喝他个名嘴 大醉 这首诗 创作具体年代 已无法考证 某个重阳节 作者同友人 刘明辅荣 同灯望仙台 作者欣赏着那壮美的风景 不禁浮想连篇 于是写下此诗 向友人寄出 愿与之 桃然共罪的愿望 虽属 河南登峰人 开元二十六年进士 但只做过河南魏一类小官 曾隐居河南松山喜郊游 与薛剧等友善 公师 人称其诗言辞款药 情趣悲凉 宋别灯楼剧刊类下 传世之作有瓢富 全堂诗存遗卷 凡十五首 且欲进寻彭泽载 桃然共罪菊花碑 全堂诗卷 全堂诗卷一三四一九 诵魏万之经 李奇 朝闻游子唱离歌 昨夜微霜出渡河 红雁不堪 愁礼听 云山旷市 刻中国 官城树色催寒尽 欲愿真生向晚多 莫见长安行乐处 空令岁月亦蹉跎 全堂诗卷一三四一九 诵魏万之经 李奇 朝闻游子唱离歌 昨夜微霜出渡河 红雁不堪 愁礼听 云山旷市 刻中国 官城树色催寒尽 欲愿真生向晚多 莫见长安行乐处 空令岁月亦蹉跎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清晨听到游子高唱离别之歌 昨夜下薄霜 你一早度过黄河 怀仇之人 最好听到红雁鸣叫 云山冷寂 更不堪寂寞的过客 同观晨曦 催促寒气 临近京城 京城深秋 导医生 到晚上更多 请不要以为 长安市行乐所在 以免白白的把宝贵时光消磨 这是一首送别友人的诗 魏万后改名魏浩 他曾求先学到 隐居王乌山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 公元七百五四年 因目李白之名 南下到吴越一带寻访 最后在广陵与李白相遇 继承不下三千里 李白很赏识他 并把自己的诗文 让他编成集子 临别时还写了一首 送王乌山 魏万还王乌 的长诗送他 魏万是比李奇晚一辈的诗人 然而两人像是情义 十分密切的忘年交 李奇晚年家居颖阳 而尝到洛阳 此诗可能就写于作者晚年 在洛阳市 李奇 唐代诗人 赵俊仁 少年曾渔居河南登峰 公元七百二十五年 近市吉地 曾任新疆县位 晚年在邦乡隐居 与王维 高氏 王昌龄等著门诗人 皆有来往 诗名颇高 其诗内容丰富 所作编赛时风格豪放 慷慨悲凉 七言歌 有诗特色 生平世纪 见唐才子传 有李奇 诗集 全唐诗 编辑诗三卷 红艳不堪 愁礼听 云山旷市 客中过 全唐诗卷 18017 灯 金陵凤凰台 李白 凤凤凤凤台上凤凰游 凤去台空将自流 蜀宫花草埋幽静 浸带衣冠成古秋 三山半落青天外 二水中分白鹿洲 总为浮云能避日 长安不见使人愁 全堂诗卷18017 灯金陵凤凰台 李白 凤凰台上凤凰游 凤去台空将自流 蜈蚣花草埋幽静 近带衣冠成古秋 三山半落青天外 二水中分白鹿洲 总为浮云能避日 长安不见使人愁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凤凰台上曾经有凤凰来游泳 凤去台空只有江水依旧东流 蜈蚣鲜花芳草埋着荒凉小径 近带多少王族已成为荒种古秋 三山云雾中隐现 如落青天外 江水北白鹿洲分为两条河流 总有奸致当道 犹如浮云遮日 长安望不见 心中郁闷 常怀忧愁 灯金陵凤凤凰台 是李白其中为数不多的七言律师之一 此诗一说是天保六载 公元747年 作者奉命 赐金环山 被排挤离开长安 南游金陵石所作 一说是作者流放夜郎预设返回后所作 也有人称是李白游览黄鹤楼 并留下眼前游景道不得 崔浩提诗在上头后写的 想与崔浩的黄鹤楼争胜 李白生于公元701年 自太白 好清廉居室 四川江游人 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其诗风豪放飘逸 想象丰富 语言流转自然 音律和学多变 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 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 是屈原以来 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 与杜甫并称大理度 是华夏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又称为诗仙 总为浮云能避日 长安不见使人愁 全唐诗卷2144 送李绍甫辩辩辩辖中 王绍辩辩长沙 高市 接军此别义和如 驻马贤卑笨奔折居 乌辖庭园树行类 恒阳归归宴几封书 清风江上秋天远 白地成编古墓书 盛带及今多语录 暂时分手 暂时分手 莫愁辩辩 全唐诗卷21444 送李绍甫辩辩辖中 王绍甫辩长沙 高市 接军此别义和如 驻马贤卑问折居 乌辖庭园树行类 恒阳归宴几封书 清风江上秋天远 白地成编古墓书 盛带及今多语录 暂时分手 莫愁辩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此次离别 不知你们心绪何如 停住马 饮酒寻味被贬的去处 乌辖原侯 悲鸣令人伤心流泪 衡阳的归宴 会为我捎来回书 秋日清风江上 孤帆远远飘去 白地成编 黄叶飘零 古墓西书 盛名朝代 如今定会多诗语录 暂时分手 希望你们不要惆怅 此诗 昨年旧在何时 已难以考证 旧编辩 旧编在同 陈流 崔思户 早春 雁鹏池 事后 可能是高氏在 风秋卫 任内 赠送遭贬的 李王二少甫 唐石 县位的别称 往南方之作 高氏 唐代诗人 自答复 一字 众武 渤海 早年 仕途 失忆 后来 刻游 河西 先为 歌出汉 书记 后历任 淮南 四川 节度史 中 散其 长世 封 渤海 现后 其诗以七言歌 最富特色 比例雄剑 气势奔放 边赛诗与 陈深 齐名 并称高 陈 风格也 大略相近 有高长 世纪 全堂诗 卷 2011 奉贺 中书 摄人 甲智 早朝 大明宫 陈深 鸡鸣 紫墨 曙光寒 英传 黄州 春色兰 金雀 小中 开万户 欲揭 仙杖 雍千冠 花银 剑佩 兴出落 柳福 京旗 鹿未干 独有凤凰 池上课 阳春 一举 贺 洁南 全堂诗 卷 2011 凤贺 中书 中书 摄人 甲智 早朝 大明宫 陈深 吉明 紫墨 蜀光寒 英传 黄州 春色兰 金雀 小中 开万户 欲揭 仙杖 雍千冠 花银 花银 剑佩 星出落 柳福 惊奇 度未干 独有 凤凰 池上客 阳春 一曲 贺 阶南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雄鸡提唱大陆上洒满黎明的寒光 黄鹰鸟鸟名声委婉 京城处处是一派牧春景象 宫里的小钟敲过 千门万户一起开场 天子的仪仗排列在玉街两边 环庸着百官进入朝堂 殿前花色已配件的闪光 交加灰映 天边的陈兴才刚刚消隐 飘扬的荆旗轻浮着柳枝 指头还粘带着夜来的青鹿 凤凰池上 歌一曲 阳春白雪 谁想唱贺 可真会知难却步 此诗坐于唐宿中 前元元年 公元七百五八年春天 当时曾深又不缺 与诗人甲智杜甫王维为同僚 时为中书摄人的甲智 先作一首 早朝大明公 呈两首僚友 杜甫和王维 曾深都作了贺诗 曾深之贺诗为此诗 《金鸣紫墨暑光寒》 《英传黄州春色兰》 全堂诗卷一二八五 贺贺诗人早朝大明公之作 王维 江泽基人送小仇 上衣方进翠云球 九天昌和开宫殿 万国医官拜免流 日色财林仙掌洞 香烟欲望滚龙符 朝霸虚才五色照 配声归向凤池头 全堂诗卷一二八五 贺贺诗人早朝大明公之作 王维 江泽基人送小仇 上衣方进翠云球 九天昌和开宫殿 万国医官拜免流 日色财林仙掌洞 香烟欲望滚龙符 朝霸虚才五色照 配声归向凤池头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头戴红金的位置 不住报说 寒夜欲晓 上衣官员给天子 呈上翠绿的云球 早朝的官员 鼠色中走进辉煌的宫殿 同外国使节向嘉勉 玄流的皇帝叩头 初初的日光晃动着 君王的智伟掌扇 浮动的香烟飘向了 皇上滚龙袍袖 霸朝后把天子的圣旨 写在五色纸上 子服玉佩的中书文官 此刻分忙不休 此时坐于唐宿中 前元元年 公元七百五八年春天 当时王维任太子忠语 与诗人贾智杜甫 曾申为同僚 是为中书摄人的贾智 先做了一首 早朝大明宫 呈梁省 辽友 杜甫和王维曾申 都做了贾诗 王维之贾 即为此诗 九天昌和开宫殿 万国衣冠 拜勉留 全堂诗卷 卷 1281 凤贺圣志 从蓬莱向兴庆 阁道中 流春雨中 春旺之作 映志 王维 王维 卫水自迎秦赛曲 王山旧绕汉宫邪 鲁鲁鲲 鲁鲲 鲁鱼窘出千门柳 未成队 未成阳气 行实令 不适 陈游 万物华 全堂诗卷 1281 凤贺圣志 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 留春雨中 春旺之作 映志 王维 卫水自迎秦赛曲 黄山旧绕汉宫邪 鲁鱼窘出千门柳 隔道 回看 上院花 云里 地成 双凤雀 雨中 春树 万人家 未成阳气 行实令 不是 陈游 万物华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弯弯曲曲的渭水 迎抱着秦赛 河边的黄山 盘绕旧日的汉宫 天子车架行走在半空中 远远高出宫门的柳丛 从阁道上回身望去 玉圆里 繁花叉子烟红 云雾弥漫 一切都显得 飘渺 独有地成 有一双凤雀 高耸突兀 春雨绵绵 树色 葱龙 掩应着千家万户 天子出行 并不是为了 晚赏景物 乘着阳气 要把农市的政令 传布 公元735年 开元23年 从大明宫 经兴庆宫 一直到 城东南的风景区 曲江 驻阁道相通 帝王后妃 可由阁道 直达曲江 王维的这首七律 就是唐玄宗 由阁道出游时 在雨中春旺复诗的 一首贺作 云里地成双凤雀 雨中春树万人间 你看看 我这次贺费的 这个地方